另外正副隔魁部分 前副总统陈建仁 还有前桃源市长郑文灿的人灿配呼声很高 也传出陈建仁已经点头答应组阁 听到内阁改组问题 总统还是没松口给答案 不过传出前副总统陈建仁 已经点头答应接任副隔魁 苏夏成上 态势明朗 我和总统见面的时候 有深入各方面交换意见 具体结果当然要向国人同胞报告 交由总统做最后定夺 支持蔡总统续免空军第二连队 团体奖项以及个人奖项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国防部长邱国正都陪同 两人临互动 但就这么刚好 顾立雄也被点名接任 新任国防部长 渴望成为蔡政府任内 守卫文人国防部长 这个时候去讨论所谓的国防部长人士 我认为对邱国正不公允 也不适合 所以目前没有这个人士的任何消息 一丁点都没有 另外府院站的位置 郑文灿街副隔魁声量高 府秘书长一职林嘉隆也被点名 但传出苏细却不满郑文灿先对外访话 早上我跟文灿市长通过电话 两个人对于这种捕风捉影 见缝插针的文章 不但傻眼而且觉得哈哈大笑 但最新调查苏内阁施政满意度 百分之五十七不满意 满意度百分之三十六再创新低 内阁改组似乎溅在弦上 这几点确实是关键的 我个人认为就跟兵役 兵役恢复一年一样 这种事情如果已经到一个决断的时刻 那就赶快做一个明确的最后一个决定 内阁换血潜移法动全身 执政党步步为营 记者台北新州总统报导 以及少年的阁换血潜陆 提供的确词